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李宇飞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件新鲜事 大家都听说过在沙漠里建光伏发电站 但可能没听说过光伏电站里可以长庄稼吧 没错 在内蒙古的库布奇沙漠腹地 光伏电站眼下不仅在发电 还成为了当地老百姓的庄稼地和养殖场 昔日贫瘠的沙漠如今成为了聚宝盆 在当地老百姓还把光伏电站称作是庄稼守护神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起跟随我们的记者去看一看 这里就是中国第七大沙漠 人抱的罪魁祸首 三十年前 这里的百姓常年笼罩在饥饿和贫穷的阴影之中 不仅种下去的庄稼难以成活 就连居住的房子也不得不在风沙的侵袭下一挪再挪 今年八月初 记者再次来到库普齐沙漠 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可以清晰地看到 库普齐沙漠有三分之一的面积已经从荒漠变成了绿洲 不仅如此 在沙漠腹地 一座占地五万亩的光伏电站格外显扬 记者要探访的新鲜事就发生在这个光伏电站里 来到这个光伏电站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光伏板 走近一看 这些光伏板下面 到处都是悠哉悠哉 四处溜达的鸭子和大白鹅 电站里怎么到处是家禽呢 在这个光伏板下 记者遇到了正在忙着喂鸭子的杨凤翔 家在一起去摆 原来一切多了 买了一切多 我自己扶花期 扶出来 儿子就卖了 你原来养过一千多都已经卖了 卖了 现在剩的是六七百是小的 是吧 现在六大都在过小沙的再继续服务 杨凤翔是独贵塔拉镇的一位村民 祖祖辈辈土生土长在库布齐沙漠边上 在杨凤翔的记忆里 只要刮大风就到处都是沙子 刚刚剥下的粮食种子 不是被吹跑 就是被沙子养来 根本炸不出来 曾经的几只羊也因为四草匮乏而骨瘦林寻 一年到头的日子都得看狂风和黄沙的脸色 不过现在杨凤翔的日子可大不一样了 这个光伏电站就是他的庄教地和养殖场 在三年前杨凤翔家的日子可没有这么滋润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他只能走南闯北 四处打民工 那外面打工的话是做什么类的工作 能收多少钱 2016年杨凤翔外出打工返乡探亲的时候 发现家门口出现了一个稀罕事 沙漠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光伏电站 更新奇的是乡亲们告诉他 这个电站里可以种庄稼搞养殖 而且不收水电费和地租 只要平常帮电站照看一下光伏板就行 沙漠里的电站真能种出庄稼吗 杨凤翔还是同一次听说 沙漠的光伏电站里到底怎么种庄稼呢 原来光伏电站在平整土地的时候 为了光伏板立得更稳固 就在沙地里混入了一些红泥 而这些混了红泥的沙地 又正好具备种庄稼的条件 因为光伏板 所以需要定期清洗 清洗光伏板的水就刚好够交地用 种庄稼的基本条件这里全都具备了 杨凤翔心里有些痒痒的 他早就想在家门口找个营生了 于是他决定报名试一试 杨凤翔先小试了一下身手 在镇上买了十几种蔬菜种子来种 让他没想到的是菜还真的种出来了 过去祖祖辈辈不敢想 也干不成的事 没想到真的变成了现实 杨凤翔还从来没见过 村里哪家菜园能种出十几种蔬菜的 库布奇沙漠年日照量超过三千一百小时 虽然是发展光伏产业的好地方 但是对种庄稼的农户来说 这样长的日照时间 就意味着干旱和颗粒无收 杨凤翔发现 他之所以能种出这么多蔬菜 是因为光伏板可以遮阳 水分蒸发量减少了 再加上混了红泥的沙地 可以使植物根系稳稳扎在地里 茁壮成长 尝到甜头的杨凤翔 总结了经验 决定再扩大一下种植品种 2017年杨凤翔决定种植玉米 因为玉米是大田作物 还需要不少水分 如果这里能种出玉米 那么其他抗旱的农作物 就都没问题了 您现在玉米种了多少亩 种150多亩 自己的 这玉米的产值秋天能有是吧 你种的这个玉米是 就像原来在家里面 能不能种这么大规模的玉米 没有 为什么种不出来 种不出来 店站里的庄稼算是种出来了 有了庄家地 杨凤翔又在店站搞起了养殖 养殖的家勤 不仅吃掉了田间的杂草和害虫 还可以增加另外一份收入 靠着在店站里搞种植和养殖 杨凤翔每年的收入都在15万元以上 是过去出去打工的五倍 一家人再也不用过节衣缩食的日子了 现在的杨凤翔 也不想背景离乡去四处打工了 而是一门心思在这个光伏店站稳扎稳打 今年他又养了70多只羊 这样以后又能多一笔收入 杨凤翔盘算着 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红火 不久前 这里刚刚经历过一场狂风暴雨 光伏店站站长田俊廷 很担心这片区域的风沙侵袭情况 所以阳光一出来 他就赶了过来 这下我们现在用用的 我们带进双面发电技术 它的发电效率是比较高的 而且发电是比较稳定可靠 加来我们根据世界情况 和进一步扩大规模的这种规划 加来可能我们还要扩大规模 用更高线这个技术的 带进双面发电技术 田俊廷密切关注的这些光伏板 是2017年安装的 是目前较为先进的 可以追踪阳光的单晶双面组件 也就是说 这个光伏板会根据阳光东升西路而转动 也是整个电站唯一一种 可以双面吸光发电的光伏组件 发电效率比其他区域要高三分之一 李峰和冯泽南是这个单晶双面组件生产商的工作人员 这天特地从西安赶过来 除了看看这些单晶双面组件的运行情况 他们还给田俊廷带了一个新的好消息 一块板子现在我们最高功率是430瓦 现在批量升上 430瓦 430瓦 那一块板子下来这个长毛大概是 一块板子现在差不多要800到1000多块钱 800到1000块钱 目前这个区域使用的单晶双面组件为360瓦 每天可以发电2.6度 按照现在电站的电价算 发电收益为2.5元 如果使用李峰他们430瓦的新产品 每天可以发电3.2度 发电收益为3元 每块光伏板可以增益百值17 而且成本还比原来360瓦的有所下降 整个的国内的光伏产业呢 现在整个的成本下降非常非常快 过去十年呢 这个光伏的这个成本下降了90%以上 因为我们的发电效率越高 它的整个的投资收益周期就越短 投资收益周期越短的话 后续它可能就会有充足的这么样一个收益 来够来保证它在沙漠的这个绿化 在整个生态改善上的一些持续的资金供给 如果相同面积的电站能够达到的收益更高 那么光伏发电和板下种植的模式 就可以更加迅速的推广开来 这座五万亩的光伏电站还只是当初规划电站的一半 有五万亩正在建设当中 田俊廷他们除了将板下的土地免费提供给农户种植玉米和墓序 他们自己也种了不少甘草 其实这次李峰和冯泽南远道而来 除了要推销高效光伏组建 也想看看光伏板下农作物的生长状态 对 那么恰恰恰的这个甘草是比较 这个样用于这个适合我们这个 呃 规划的发展这个发现的目的的 是 是 是 它呢在生长过程中呀会产生一种一个钢溜酒 钢溜酒呀可以这个固化这个 呃 空气中的带来增加土耳的肥力 这些甘草是三年前跟光伏电站一起扎根在这里的 如今几乎每株甘草的根深都接近半年 其实之所以能够在光伏电站里种处农作物 多数得益于光伏板既能遮挡阳光又能遮挡风沙 我们在这个架设了电站之后 对于当地的这种温度 风度 蒸发量 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促进 这样也利于植物生长 就拿枯木齐为例 库普齐每年的蒸发量可能会减少到这个800毫米以上 第二 它的风速会降低 它的风速可能每秒钟会降低1到2米左右 为了能让记者更直观地看到在光伏板下种植作物的优点 李峰还拿出了红外温度测试仪 站五十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光伏板下的地面温度仅有17度 而没有光伏板遮挡的地面温度接近40度 而且可以明显看到光伏板下的干草长势旺盛 没有光伏板遮挡的干草有些矮小稀疏 在我们的光伏板的遮挡之下的这些地面 温度明显要低于我们没有光伏板遮挡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温度差异可能对于植物来说 它可能的生存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过去30年间 这里的人们一直和库布齐沙漠在争夺宝贵的土地资源 植树造林 网格仿杀 每年投入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 但是却回报甚微 气象统计数据显示 库布齐沙漠2016年的年降雨量在400毫米左右 但这一年的蒸发量在2000毫米左右 蒸发量是降雨量的5倍 多数用来防风固杀的植物 都因为沙漠里干喊缺水 濒临干枯 更别说是在沙漠里种农作物了 根本就不可能 而自从有了光伏电站和电站里的这些庄稼地 这里的小气候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根据今年的监测数据显示 库布齐沙漠年蒸发量减少了800毫米 那直接的经济效益几乎就没有 没有一点效益 而且这上面造成确实太难 投入也太大 但是不至于危害太大 这里没有钱 那么光伏是一种形式 可以建设沙漠 治理沙漠 同时起到好的经济效益 中庄稼 养大鹅 沙漠里经线种植园和养殖场 现在我这么多话想吃 多话难吃 防风沙 当烈日 光伏电站 变身庄稼 守护神 掌加了我们的土地灭迹 同时也对达地的百姓带来很大的识意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前面我们看到沙漠里的光伏电站 在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同时 还成为了种植园和养殖场 给沙漠增添了绿色 给百姓带来了实惠 内蒙古有全国面积第二大的沙漠地貌 正因为如此 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我国沙尘暴的起源地之一 沙漠周边的老百姓也一直面临着 杀尽人退的尴尬局面 而眼下在内蒙古的沙漠里 光伏加成了一个时髦的新词 在距离库布奇沙漠200公里的 乌兰布和沙漠光伏产业园里 就更加热闹了 甚至还养上了蚯蚓 我们一起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这个鸟语花香碧波荡漾的地方 可不是江南的某个小城 而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巴雁闹尔市的邓口县 正在翻地的人叫王刘德 他告诉我们 在邓口县流传着一句谚语 三天不刮风不叫三圣公 小风难睁眼大风埋人脸 在王刘德的印象里 庄稼是重不活的 而且刮起风来 整个天空都是红色的 大沙漠全部是大沙漠 风刮大了以后 沙城刮起了以后 能见陆地啥也看不见 邓口县近邻屋兰布和沙漠 权限有70%的土地面积是沙漠 整个县雨饱受风沙气害 2015年 邓口县发展光伏制沙 引来了几家投资光伏和制沙的企业 建成了如今的制沙产业园 2016年王刘德来制沙产业园里 这家做光伏农业设施的企业应聘工作 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 第一天来上班时的情景 从搬到邓口住了以后 也十来年了 第一次听说养蚯蚓 而且是亲眼见的养蚯蚓 而且是自己亲自实践的 原来王刘德的工作 就是负责在沙漠里养殖这些蚯蚓 沙漠里养蚯蚓 王刘德之前不仅没有见过 连听都没有听过 而事实上 沙漠里养蚯蚓 在邓口县也是第一次尝试 因为在邓口县 最不缺的就是阳光 而蚯蚓却恰恰恰最怕阳光 沙漠里养蚯蚓 这个大胆的项目 就是这个叫离虎的人引进的 不过回想起项目刚启动的日子 离虎至今记忆有信 过去我的工人 一进来的时候 所有的地下都长出一棵草来 舍不得除 我说为什么 哎呀 这种长棵草太难了 没有草 没有绿色 全是黄的 我们这个地方进来的时候 越野车 没有越野车是进不来的 离虎来之前 这里就有光伏制杀的项目了 但是光伏板下 并没有什么农作物 光伏板挡住风沙的地方 生长出一些沙地植物 离虎他们公司当时预计 投资30兆瓦的光伏板 每年产生收益5000万元 那么如果在光伏板下 发展农业 所有的产出都算是额外收入 但是到底种什么 离虎没想好 这个作为一个企业 它首先要有经济效益 假如没有这个上面这个 清洁能源太多发电 来支撑这个农业 不可能就单于来在沙漠里面 推这么一块地 离虎听附近的村民说 冬季这里风沙更大 曾经有村民种的蔬菜大棚 都被连根拔起了 离虎决定 既然要做农业 就做长远打算 光伏板的收益高 完全可以支撑 它在这里搞设施农业 所以2016年 离虎就在这里 建了100多个加固大棚 在大棚顶部 装满了太阳能光伏板 在一块的土地上 既有了发电 就是做了清洁能源了 也做了设施能源了 因为将来把这个 咱们这个光伏拿地 都是一些沙荒地 沼泽地 盐碱地 既然把这些土地都改良了 之后都变成好的 基本能田 我们养蚯蚓 蚯蚓是个循环能源 蚯蚓吃的是续芹的粪便 和结杆 产出了这蚯蚓和蚯蚓粪 蚯蚓的生长环境 对温度和湿度要求比较严格 在光伏大棚下面 夏天可以把阳光遮住 蚯蚓不会被晒死 冬天又可以把温度保住了 大棚对湿度温度 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 而且黎虎也最看重蚯蚓粪 对土壤的改良 经过三年的尝试 黎虎已经用蚯蚓粪和牛粪 混合泥沙的土壤 种出了不少鲜花和蔬菜 现在已经通过三年的土壤改良 已经现在基本上 开始逐渐盈利了 就这样 黎虎的大胆尝试 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他也在方圆百十公里 成了一个小名人 不时有人会找他取经 来找黎虎的人叫杨果山 一直参与着整个园区的制沙工作 现在负责管理一千多亩水稻田和鱼塘 杨果山在沙漠里种水稻 可是花了大力气 光是给沙地里加保水透气的材料 就发了十三遍地 又是饮水 又是修田霸 但让杨果山没想到的是 一场沙尘暴精心灾乎的水稻幼苗死了一半 一起沙尘暴苗子打得直接就打死了 第一年就存在一种捕种 当时打的就是绿叶子上面就没了 沙尘暴来了以后 没有防风铃的时候就 直接就打得一亩地就看得光秃秃的了 一片子池子 就是上面的叶子就全部被沙子打掉了 年年刮风年年补重 杨果山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所以他过来找李虎 想学习学习怎么安装太阳能光伏板 他想在自己那边的稻田里安装太阳能光伏板 这样既能遮挡风沙又有经济效益 杨果山想请教李虎的是 光伏板怎么安装最合理 既能遮挡风沙又不影响他春耕秋收 杨果山这里水稻足足有1300多米 能种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杨果山他们花了三年多时间 每年的产值 今年的应该是更高一点 我们去年的生产是39万斤的稻谷 出了将近20万斤大米 杨果山不仅仅在这里种了水稻 还养起了黄河大鲤鱼 而且这大鲤鱼和水稻田还可以互补 通过这个养鱼 养完的鱼的水 肥水浇灌了水稻田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的那个管道 我们现在的这个管道 输送到了这个咱们的水稻田里 水稻田呢 它是相当于一个大型的沉淀池 这个鱼池给水稻的后续的生长 带去大量的营养物质 水稻田沉淀完了干净的水呢 我们又通过这个排水的管道 再返回到我们的鱼池里 它的根系就达到40公分了 是普通水稻一般大田水稻的一倍了 大田就是15到20公分 去年这里的大米亩产是350斤 按照现在的涨势 阳果山估算 今年大米的亩产还会增加100斤 这也意味着沙漠农业的经济效益会有所提升 板上发电 板下种植养植 短短几年时间 邓口县沙区就聚集了众多企业 光伏项目在乌兰布和沙漠中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有单一发电 向光伏设施农业 光伏制沙等多个领域快速发展 光伏发电与荒莫治理相结合的光伏制沙 已经成为邓口县与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通过我们几十年的治理 乌兰布和沙漠 我们首先是 量草覆盖率得到了恒大的提高 现在我们量草覆盖率 已经得到了37% 这样是生态得到建国的改善 同时也通过对一些 十亿余复展两国产业的 一些沙漠经济治理 也在恒大程度上 把一些荒莫变成了撩天 这也既增加了我们的土地面积 同时也对大地的百姓 带来了很大的收益 带来了很大的社会 多年来 党和国家一直在强调 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民以食为天 地为粮之本 要想多打粮食 就必须确保耕地的数量和质量 我国的荒漠化土地面积 还有261.16万平方公里 约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 多年来 我国的荒漠化治理成效显著 实现了由杀进人退 到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在治理的同时 人们也一直在探索 荒漠土地的种植利用 光伏电站 长庄稼 让沙漠变成粮田 就是这种实践的 有益探索 我们希望 类似的实践再多些 它将为我国的粮食安全生产 更平添一份保障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 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